READY REND THE BEAR 好累啊 好累啊 想睡覺 沒人想睡覺 你過年在幹嘛 你過年在幹嘛 過年 過也沒幹嘛啊 過年就回家 要回家 你基隆嘛 基隆 你回去所以有被你媽罵嗎 為什麼被我媽罵 沒有啊 就是上次那件事情啊 白癡喔 不是啊 你都差點摔死了 你還被 被家裡的人罵是怎樣 他們擔心都來不及了吧 拜託有時候 愛之聲則之切啊 就是先罵你再說 好啦 我們家不是這樣子的家庭 好啦好啦 欸 我家是這樣子的家庭 先罵再說 那是你先罵 我是你媽 我也先罵再說 搞謠咧 好啦 不過我覺得 這個我們要分享一下 過年前我們發生的事情 好 我覺得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我們等一下來分享 我們先來跟大家 拜個晚年 也不算拜個晚年嗎 元宵節 現在錄音時間 還沒有過元宵節 之前就算過年 元宵節 對啊 全年節好不好 全年節啊 大家全年節快樂 亞洲人的習俗就是 就是沒有過元宵節之前 就是 都還算過年 對吧 真的假的 為什麼出國就開工了 快累死了 沒有開工歸開工 過年歸過年 這個期間還是算年節 不是啊 既然 既然是過年 那就應該要過晚年再開工啊 不好意思 那個Johnny Bro的老闆 如果你有聽到這一集的話 老闆聽到了嗎 好不好 好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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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如果 可是你是做 吃的做時薪 那如果沒有做 就沒有錢啊 沒辦法啊 我是月薪不是時薪 喔你是月薪 你是時薪 是怎樣 我月薪交期是不是 我怎麼知道啊 靠腰喔 誰知道 好啦 可是你這樣子做的話 你沒有做也沒有錢 不是嗎 沒有啊 那要看有沒有放假啊 政府 政府規定就是 不知道到初級 都是那個吧 就是國庭假日啊 所以 好啦你趕快 你趕快想辦法去弄一個摔角 可以維生的工作啊 想辦法拜託 不過說是這樣說 但是二月還是 真的是挺爽的耶 我覺得二月應該是 全世界老闆的噩夢 欸對因為二月上班天數只有28天 工作天 日期只有28天 然後又因為過年 然後又卡到228 我跟你講 過年然後又228 所以 反正算一下 我這個月實際要上班的天數 只有16天 好爽喔 如果我是你是 如果我是你老闆 我就把你開除了 媽啦 老闆幫我開除啊 好拜託快點 去 來吧開除我吧 好啦不管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 聽眾信箱的部分 那這次聽眾信箱的話 欸對不對 我們要先拜個晚年 那你姐靠腰啊 你剛剛就要拜年 拜到一半不知道在講什麼鬼東西 哈哈 好啦那就是祝各位聽眾 我們現在70級 那我們就是祝各位聽眾 欸70級了喔 這麼快 70級啊 靠腰啊 欸你跟我默默已經做了大概 三四十了吧 有了吧 我不知道 好累喔 什麼好累 靠腰啊 什麼孽緣 好啦我們就一步一步耕耘 對啊 然後反正 呃 祝大家新年快樂 五年期大運 對啊 我剛剛我們做到五百級的那一天 我頭髮應該都白了 欸這也不錯啊 對啊 這也是那種個性的 蠻有性格的 好不好 哈哈啦 你會先禿頭啦 操 好啦不管啦 第一位聽眾叫做阿肥 他說 請問兩位如果有機會的話 會願意打死亡賽嗎 蛤 你願意嗎 我可以啊 你可以 那你的死亡賽可以接受的程度到哪邊 嗯 釘子我可以吧 這釘子 塗釘釘子 還有咧 我不接受刀啊 我不接受刀 喔真的假的 嗯 為什麼 我覺得那個太誇 喔這個就跟我等一下要那個講的東西有關聯 但是 基本上呢 我我覺得刀有點太過了 喔真的喔 嗯 欸我反而可以接受 大胃 然後塗釘也可以 我基本上看到死亡賽 我覺得上去我就可以了 喔 可是 說是這麼說 但是我其實 也沒那麼喜歡死亡賽 就是真的要打 我會願意嘗試一場看看 就是打個一次 知道是 怎麼樣再進行的就好了 但是我不會想要一直打 有試過就好是不是 對對對就是 可能 我覺得可能跟 欸烈火應該也是那場之後就沒打過死亡賽了吧 還是還有 這我不知道他在 應該沒有吧 在日本還有其他的嗎 應該沒有吧 對啊 所以我覺得也許我跟他的想法是一樣 就是 有試過就好 嗯 對對對 就是 算是一個人生的一種突破啦 這樣子 對啊 解鎖一個成就的感覺 欸講到烈火 他最近是不是也有挑戰權的機會 跟就是到其他團體去參戰啊 對不起我不知道 我最近 IG開的次數超級無敵少 你老兄 你的IG都PO一些魏如軒嗎 對不對 我不只有PO魏如軒 還要PO專輯嗎對不對 對 好啦 所以 所以 他是 我 我沒記錯的話 因為我也是看IG 然後看一些報道 就是好像 他有受邀到其他團體去參戰 比如像 米吉洛庫啊 然後跟 呃 然後好像也有挑戰權的機會 但我要確認一下 因為這個 只是我沒有到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確的行為 當然 那也是祝福他就是在 國外發展順利 對啊 對啊 真的 他真的好猛喔 一去不回頭欸 好屌喔 我覺得這樣也很好 就是 算是給台灣選手一個 樣板 這樣子 對啊 我也好想去喔 天啊 是啊 那個 各位糖果爸爸媽媽 兒子在這裡跟你拜個晚耶 請贊助兒子 直接跪下來甜了 跪了跪了 跪甜 直接跪甜了 好啦 那 剛剛講到那個死亡賽 其實我會願意去打 然後 我 我覺得啦 我覺得就像你講是人生一個突破 然後 呃 我一直覺得我自己在擂台上的風格 不夠不夠不夠鮮明 或許 可能有機會打個死亡賽 你不夠鮮明嗎 是啊 不夠鮮明 除了落賽之外 除了落賽那一部分 你怎麼知道我要講落賽 你好爛喔 我就知道你會講落賽 我意思是說就是 就是在那個 那個 那個突破點上面 如果我覺得搞不好打上去之後 欸 說不定就找到自己的定位 嗯 對啊 對啊 我覺得就是試試看嘛 對啊 有機會的話 反正都試試看 是啊 好啦 那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阿肥這個問題呢 然後第二位 對 第二位聽眾叫做到孟羅家吃蛋塔喝奶茶 欸 你過年的時候是不是有看賭神還是賭聖 賭聖 這個是 哦對賭聖 對 可是這個是賭霞 的台詞 對 但是那個賭聖裡面最後有出現 喔真的喔 好像 欸是孟羅嗎還是誰 是孟羅啦 就孟羅妹 不是 我是說 好像是最後 賭聖的劇情是那個 周星馳穿越時空還是賭聖 欸那我看的是那個上海灘的那個啦 那就是穿越時空啊 對 穿越時空那個 然後反正他就是 不是最後回去了嗎 對啊 然後回去了就是他在那邊哀怨嗎 就是那個人 他本來在上海 上海灘那個年代 不是有一個女生什麼的 然後最後回去就是 好像遇到孟羅還這樣 反正就是有看到孟羅 喔原來孟羅是這個東西 喔所以你又回去看了賭俠是不是 沒有沒有 我沒有回去看賭俠 我就 好啦反正我想 過年轉道看一下這樣 欸我反正我想要講的就是說 你現在終於知道說他 這個ID的意思的齁 對 好 來 那他這個提問者呢 他說 祝C4C8 新年快樂 硬漢兄弟 直接改版變成客家兄弟 周邊商品 直接用白T恤 LOGO設計 跟印刷費 直接省起來 呵呵呵呵 這太誇張了吧 傻小 那我去UNIQLO買那種三件三件三百的白T 然後哪來賣 我好便宜喔 賣一件五百 賣一件五百這樣子 欸說到這個 那個我現在 這邊工商一下就是 好 有在找人設計這個衣服了 就是大家 也許可以期待一下 不過也不知道到底什麼時候會出來就是了 是你自己個人的嗎 對對我自己個人 好沒有問題 到時候我們再來宣傳一下 OK啦 對對對 我的那個想法是 我是覺得蠻酷的 但是 呃不知道做出來變什麼樣子 概念是什麼樣子啊 你可以先透露一下嗎 我不能不能透露 但是 那我問你 不是啊 因為我先透露了 到時候結果 你知道嗎 我找的人就化不出來 那就靠北啊 對啊 就沒辦法 那化不出來就是你的問題啊 是你溝通能力有問題 不是啊那就是我要再找別的人 就變成會要拖很久 對啊 設計就是這樣 對阿 就乾脆 乾脆就是出來再說 好 欸 如果這樣聽眾 有 懂設計的話 如果他願意幫我們設計 你覺得有需要嗎 願意幫你設計 不是啊 我們 我們 十幾集之前 不是就 找過西摩嗎 對啊 欸他是做設計的 西摩就是會 他就是畫會師啊 喔 可是他的是比較Q版 比較可愛的 對吧 嗯 不是通常會畫那個就是 我可憐也可愛的那種 你知道嗎 就是什麼 什麼風格都可以的那種 什麼風格都可以輕易駕馭 這樣子 對 就是他喜歡畫可愛的風格 喔 我懂了 就是畫自己 畫自己興趣跟畫自己 畫商業的 這種東西是不一樣 對 喔 OKOKOK 所以真的有需要我覺得我們 也可以找西摩 喔 好 唉唷水喔 水喔這個 讓我一點點想法了 好 那我再想想看 OK啦 那後面他補充浪漫Duke這個梗 沒有人懂 好難過 你懂這個梗嗎 什麼是浪漫Duke 喔 你爛死了 這什麼東西 你真的爛死了 就是 Duke之前是SKT的上路那個嗎 傻小啦 不是啦 我說那個那個 反正我很閒你知道嗎 不知道 我根本沒看好吧 喔 我跟你講 你要去看他們的YouTube 我不要我覺得他們好無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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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無聊沒有很無聊 他們講很多東西非常非常有含義 不是嗎 對我建議你 你說他們 他們要擊碎那個資本主義的高牆 然後自己又把那個牆建回來嗎 對對對 對對對 他們就跟你一樣一直自打嘴巴 啪啪啪 欸不錯啊所以很有趣啊你不覺得嗎 很有趣我是在表他們你有沒有聽懂啊 好啦靠腰 所以你在表我的隊 喔我的天哪 Civou 王客家你長點腦好不好 還是你腦被阻來吃了 所以你在表我的隊了啦 吃腦不鬧好不好 好啦你先靠腦 好那第三位聽說叫做 邊看比賽邊做筆記 然後他想說的是 阿娘為 結果 TOP第二輪延期了 沒錯 而且還 還留了兩次 阿娘為 哈哈哈哈哈哈 喂 欸這個延期也不是我們樂見的啦 真的啦 可是因為最近真的是越來越嚴重 而且 欸最近那個 有個確診的一個 一家四口啊 就是板橋這邊 他那個足跡都在我店裡附近欸 超可怕 那你不要靠近我 我覺得你要隔離欸 我我跟你講 明天訓練我就在你旁邊一直咳嗽 要死一起死 不管 你也靠腰 我們在訓練地方也是在林口啊 桃園算 對啊 危險的地方 所以 所以 我覺得還真的還是延期比較好啊 比較保險 是啦 但是我自己覺得啦 就是 嗯 我覺得疫情遲早會散開來 然後齁 大家都會得到 對啊 然後齁 會變成是 你那麼悲觀啊 不是悲觀 我要講的是就是 呃就是大家要學習跟疫情共存 這件事情啦 是沒錯啦 我覺得他會 我想法是這樣子 就像大家講的 然後慢慢變 對變流感那種感 對啊 然後變成大家都得到 那大家都有抗體這樣子 對啊 就像可能 我們小時候就要打什麼 日本腦炎的疫苗啊 什麼之類的 那個是因為你有打那個疫苗之後 就不會得到日本腦炎 好不好 我知道 我意思是可能就之後 就會變成新出生的小孩 可能就 一出生就也要打這個新冠肺炎的疫苗 或許 類似像這種感覺 對對對 或許或許 對啊 反正就是呃我們 靜觀其變啊 那也是希望就是說這個疫情 嗯就到這邊就好了 不要在那邊這麼嚴重下去 要不然其實很多事情都可以做 好想出國喔 是啊不然 出國啊 然後受訓啊 比賽啊全部都受到影響這樣子 導致我們現在只能就是自己在 道場裡面辦比賽 有點可惜啊 對啊 嗯是 然後加上現在又有 又疫情的關係 然後整個第二輪就延期了 對 沒錯 對啊沒關係啊 反正我們後面會討論這個東西 好 那第四位也是本週的最後一位 聽眾叫做沃克多 他說想請問鬥魚是不願意 還是C4不揪呢 人家好歹也是大佬吧 C4不揪喔 對 主要原因是因為C4不揪 不是啦 白癡喔 是因為我之前有邀請過鬥魚 C4耍大牌 沒有啦靠杯喔 好啦 我之前有邀請過鬥魚 他 比較不願意 對 因為他說他比較不太會講話 我覺得他們現在應該也 比較難有時間吧 因為他們 對啦 小朋友都還小 對對對 所以說其實要湊出一個小時 到兩個小時的時間 對他們來說是有點困難啊 對啊 那他們也要湊出時間來帶我們訓練 都有一點難度 是啊 所以說 不是我不願意揪啦 是真的是他們比較沒有空 沒有時間 對啊 是是是是 好那不知道回答到沃克多 不過確實 確實那個 哈卡這位選手跟海陸兄弟 是有心結的 欸 不要這樣講喔 我跟大家都有心結喔 對 他就是 哈卡就是台灣摔角界最狠的那位男人 誰都噴 你心結我心結 李心結 這樣子 李心結的心動 是不是 好啦 欸那我現在問你 就是 你看喔 我們現在NTT也破冰了 然後邀請到Lucifer 然後 那算破冰嗎 好啦算了 在我心中就算了好不好 我意思是說 就是 好歹也是找Skyt叫破冰嗎 趕那個不要 那個那個 我死都不想破冰好不好 對啊 你那個會撿進去嗎 我不會 我不會撿掉 我不會撿掉 沒差啊不要撿啊 你看他什麼時候要把我好友加回 對啊 反正就是這樣子 我意思是說就是 我想問你啊 在台灣邀請這麼多的選手當中 是 還有沒有什麼想要邀請的人 KJ KJ 我覺得KJ 上次跟Lucifer聊完之後 我覺得KJ 感覺很有料 很想跟他聊看看 是耶 好像是這個樣子 因為我覺得 越是不認識的選手 越勾起我的興趣 這樣子 好啦 那KJ如果你是我們的忠實聽眾的話 我想他應該不是喔 不管 我就強迫他是好不好 反正如果有 他是我們的忠實聽眾 假設他是我們忠實聽眾 或者是有其他的聽眾認識KJ 然後再收聽我們節目的話 幫我們shoutout一下KJ好不好 叫他來 好想跟你聊天喔 是是是 可惜你們的大佬都說我們是垃圾 喔沒關係我們就是垃圾阿 沒有關係阿 對啊 欸你幹嘛沉默阿 沒有沉默阿 對啊我是垃圾阿 欸你知道我前幾天在PTT上面阿 看到有人在shoutout我們的節目 喔真的嗎 對啊有阿有阿有阿 就是他講說就是有人在看台灣摔角嘛 這一篇 然後就有人帶到就是說 欸台灣摔角有兩個podcast節目 一個是大隻的笑談台灣摔角跟 那個你是欠摔嗎這個節目 這樣子 真的假的阿 對然後 靠腰我有聽到群組你都沒看喔 不是我我應該是有看可是我忘記了 好然後反正重點就是呢 他講說欸我們這個節目呢 是講幹話的 然後就很好笑很有趣這樣 講幹話 我跟你講最幹的人就是你 整天在那邊辣字什麼的 這是真正的幹話 欸你怎麼知道我最喜歡 我最幹就是我 對啊 你要去講幹阿 三國時代那個講幹 你去姓蔣吧你 欸我姓黃 不好意思喔 好啦來啦 先講一下你剛剛 欸你姓黃 跟跟時蓋一樣欸 我先離你遠一點好了 掰掰 好啦來我先 有點尷尬 先講一下你 爛死了 什麼爛死的 好啦先講一下你過年 剛剛我們先前面有提到你過年發生的事情 來你稍微簡述一下 你真的是 不是過年是過年前 準備要過年的時候 過年前 好啦對過年前 對不起 對啊過年前前三天吧 欸對 出席前三天阿 出席前三天阿 應該就是前四天可是 你及早放假 對對對 反正那天晚上就是 我在我在我家阿 就是我下班回家 然後我就洗澡 對 然後 因為我平常我的浴巾是掛在我的那個 浴室的門口外面 就是我 我洗完澡出來我就可以直接拿這樣 對對對 那天因為我把我浴巾拿去我房間外面亮 我忘記了 所以我就 後來洗完澡我就 就全身都濕的走出去哪 嗯 然後再走回來的時候呢 因為地板就都是水 因為我我剛洗完澡 然後所以就地板都很濕 對對對 我走回去的時候 再加上我那個租屋處的地板 就是本來就是那種 潮濕會很滑的地板 比較不防滑的磁磚 對它不是防滑 它就是地磚 喔它是超級鑄滑的那種 鑄滑 現在不是有冬奧嗎 我覺得他們可以在我家練習 超扯的 然後 然後就是我走回去的時候呢 我就滑倒 對 然後滑倒 而且 重點是滑倒的那個瞬間啊 嗯 那個感覺很像時間是暫停的 你知道 不是說暫停 就是變得很慢 你下去明明是一秒的瞬間 可是這一秒拉長感覺十秒 嗯 你不要每個都在那邊 你永遠都只想著 喔我不想跟你聊了 算了 掰掰 那個你是勸算嗎 第七一集就到這邊結束 掰掰 謝謝辛苦了 掰掰 趕快啦 快點繼續 你看你這樣我要怎麼接 好你就接下去嘛 你就好 來時間暫停 好來繼續 就是就是那個 那個時間就感覺很長 就下去 然後我就意識到 幹我要摔下去了 欸對 然後我就啪 然後我摔下去的時候呢 我的那個肋骨直接插在那個 就是通常浴室跟外面的空間的門 那邊不是都會有一個小小台階嗎 就是隔那個讓水過不去嘛 對對對 嗯嗯嗯嗯 我就是肋骨直接撞在那個 小階梯的那個尖尖的上面 嗯 那就啪 掉下去之後呢 一開始你剛跌倒還有那個 腎上腺素嘛 就是身體都還能動 欸 嗯 對然後 所以一開始呢 我就感覺幹好痛好痛好痛 然後我想說欸 那還能動應該是還好吧 可能就是 你知道嗎 撞到 然後我還拍個照跟大家說 幹我剛剛跌倒 把我的肋骨那邊撞破了這樣 對 下一秒 身體就 因為那天又很冷 然後我又剛喜歡找出來 我下一秒身體直接冷掉 我直接不能動 然後我就爬在地上 然後就趕快找人求救 這種不能動是你真的完全沒有辦法動 你知道嗎 而且然後重點是 那天是 因為我剛喜歡找 所以我是全弱的 對 然後 我完全沒有辦法穿衣服 對 我連想要爬過去拿衣服什麼都沒辦法 我就是維持那個 趴著的姿勢完全不能動 然後好險 好險那天 那天我室友 我室友跟那個西鳳 有趕過來我家 就是 要不然都沒人的話 我看我真的會先凍死 來 我自己比較好奇的是 就是我知道你摔倒 因為你有貼在群組 但是 通常人摔倒的時候 會第一件事情 會先趕快先 幫自己呼呼啊 然後趕快檢查自己有沒有傷勢 或什麼東西之類 你第一件事情先 卧槽先拍照上傳 不是那個拍照上傳 因為我覺得 幹怎麼會這麼瞎 就是你知道嗎 在自己家裡滑倒 然後把自己肋骨摔破 我覺得那太瞎了 我一定要拍個照紀念一下 我怎麼知道拍完照 下一秒我就不能動了 你知道嗎 那是無法控制的 欸不是 可是那種感覺 就像你今天走路出門 一走路 你一開門 一直踩出去幹 就踩到大便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 我意思是說 你在滑倒跌倒之後 你看 你還有辦法 拍照上傳 那你為什麼不用利用 這段紀念先 穿衣服 等一下 我想大便 先等我一下 暫停暫停 暫停 我大便 我聽不到G8D 好的 肚子痛的C8 這個真實回來了 好我要直接截回去囉 止尿一堆 好來來繼續 繼續繼續 白癡 不是你剛剛講的那個 我跟你講 因為我就說的是 冷掉之後突然不能動 你怎麼會知道 你接下來就不能動了呢 因為那時候就是拍完 吹個頭髮 把身體擦這樣 然後就不能動了 我怎麼知道會不能動呢 是我的話 我會這樣子啊 我會拍照 但是就是 我不知道會不會上傳 反正看情況 但我一定會先穿 褲子 衣服 讓自己保冷 因為天氣那麼冷 然後 雖然說在自己房間裡面 可是還是 很冷啊 對啊 我跟你講你那都是結果論 因為你永遠不會知道 你接下來就不能動了 我如果知道我接下來就不能動 我當然也是先穿衣服再說啊 我怎麼知道啊 拜託一下好不好 好啦 好啦那接下來我來敘述一下 之後的發展 反正就是 呃 他滑倒之後 418滑倒之後呢 欸他就發 求救的訊息 然後給到群組裡面 那 因為在群組裡面呢 大家呢 都住比較遠 只有我住跟他比較近一點點 所以我就 趕快換衣服 嘟嘟嘟嘟 然後就騎摩托車到他那邊去 這樣子 呵呵 對笑什麼笑啊 對嘛沒錯啊 笑死 半夜被我找來 好爽啊 對啊那時候是9點多 10點多吧 那是10點 快10點了 10點多 對對對 然後好險他那時候因為 我的室友就是剛好回來了 然後就是 對 幫我開門 然後所以我就是 爬到他們家的 他的租屋處的位置 對 因為我是住5樓 然後我那時候完全不能動嘛 所以我也沒辦法去幫他按電鈴 對對對 我就沒辦法幫他開門 所以剛好 因為那個時候也接近過年 其實因為我兩個室友 其中一個室友他已經過年回家 對 就是他已經回家去過年 另外一個室友 剛好他還在台北 對 那就好險他還在台北 對 要不然我就真的死去了 他就被凍死在家裡 對 好 然後反正就是 就是 他室友有開門 然後我也來了 然後後來我就是 到現場 觀察一下狀況之後呢 然後幫他叫救護車 然後跟他一起上了救護車 就送到一個很爛的醫院 對 你不要直接講啦 白癡喔 要不然呢 反正就是板橋最爛的醫院 垃圾 沒有 不是 好我先講一下那個過程 就是 因為救護車 就是因為我沒辦法動嘛 所以救護人員他們就直接到我家 然後就是帶著單架來 然後因為我怎麼動都沒辦法 後來是他們硬把我拽起來 然後放在那個單架上面 對 然後再把我推下去 對 然後 因為那個實在是動到我真的 我連躺平都很痛 所以我一定要 就是身體捲屈成一個角度才不會痛 然後反正就是 後來他們就 就是把我推下去 就上救護車 然後送到那個板橋最爛的醫院那邊 然後就是在等急診 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那天 那個晚上 急診人真的是有夠多 多到爆 對 我光在 就是我一下救護車他們把我推出來 然後就在外面等嘛 就是我估計大概等了15分鐘到20分鐘 對 就是連快篩什麼的都還沒 就在外面乾等 因為太多人要急診 然後重點是因為我是索隆 我剛喜歡找什麼幹嘛的 他就身體就是你知道嗎 就很濕濕的 然後也沒穿什麼比較厚的衣服 因為就是身體太痛了 跟我也沒辦法穿 然後那天又寒流 超級無敵冷 然後那很像什麼冬季練歌 然後台灣版變冬季悲歌 那完全是悲劇 不是裴永俊 那個我真的是 冷到快死了 你知道嗎 然後 重點是 後來就是等快篩幹嘛的 就 準備要進去醫院裡面看診 對 那個也是西北九 等快篩我們就等了快一個小時 就坐在裡面乾等 我們去坐救護車掛急診 等了快一個小時 這是讓我覺得前所未見的 真的超級無敵久 而且 重點是還 中間還發生一個小差距 我覺得 超級無敵自殺 就是 那個時候就我們在等嘛 因為那邊是 就是急診在等快篩的地方 所以醫護人員就來來去去 然後我跟西北就是在那邊坐著等 然後就突然就有一個 全身穿那個手術 不是說手術吧 就是那種 防護醫的那種 防塵醫的那種 的那種救護人員就跑過去 跑過去 然後跟 遠方的另外一個醫生講說 欸欸欸學長 剛剛那兩個是武漢欸 我想說 靠北什麼東西啊 兩個確診 然後在那邊跑來跑去 是怎樣 不是啊搞不好是說來自武漢 不一定是確診啊 怎麼可能現在還有人來自武漢 那沒辦法過來吧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不是啊那也太像 那就會說他們是國外回來的什麼幹嘛的 不會說他們武漢嗎 我覺得那個意思應該就是他們兩個確診 反正不管 我反正就超級無敵蝦 然後我跟西北就傻眼在那邊對抗 然後後來 終於那個快篩的結果就是換我要進去了 對 然後換我要進去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那個醫護人員才說 欸就是他去問西北說 欸你是跟他同行的人嗎 然後西北就說對 然後說欸那你做快篩了嗎 然後西北就說喔沒有啊我在這邊等他叫喔 白癡啊你不去做快篩在那邊乾等幹嘛 誰知道啊欸 不是誰知道啊 我問你我問你 我坐在那邊我以為是有人會說 欸誰誰誰可以進來快篩 因為現場其實蠻動線蠻混亂的 誰知道 沒有沒有沒有 畢竟那是板橋最爛醫院 所以發生這樣的事情其實也不意外 因為我是直接被那個 那個醫護人員直接推去 直接捅鼻子 所以我其實也不知道 但我也 我也不知道就是 你知道嗎 西北在那邊等了一個多小時 他其實都還沒擦鼻子 我就傻眼 我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喔 對 那反正就是那個 板橋最爛醫院嘛 沒辦法 然後反正後來呢 最後的結果就是 我先被推進去 給醫生看 喔我跟你講那個沒有C4 我真的是超絕望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他們也不知道 我到底傷的怎麼樣 他們可能就看我坐在 就是醫護人員 看到我坐在輪椅上 感覺好像也沒什麼外傷 然後就是 腦袋也沒有說昏迷還幹嘛 就都很正常 所以他們就以為我好像 沒什麼事 怎麼會 原本腦袋就不正常了 對 你才腦袋不正常 你講話先講清楚啦 然後 反正後來就是 就是 給那個主治醫師看 那個主治醫師 他把真的也是腦袋撞到 我就真的 就痛到沒辦法動 你知道嗎 他就一直叫我站起來 站起來 我就跟那個醫生問 很痛我站不起來 你可不 你可不可以幫我一下 又幹嘛 沒有你就站起來 站你媽的B 怎麼站 我就痛到站不起來 才被送來醫院 然後你叫我站起來 然後後來 後來就是那個醫生 直接硬把我甩起來 丟在病床上面 然後還叫我躺平躺平 你要躺平 我說醫生我真的很痛 我沒辦法自己移動 你可不可以幫我一下 然後他再把我啪 然後再把我躺平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 我記得第一個是照 照什麼 照X光吧 反正就是他就在那邊看 就在那邊看 然後 我覺得最扯的就是那個醫生 因為就是板橋最爛醫院 他們最著名的就是 他們就是會一直去拱病人 就是讓他們去做一些 很多餘的檢查 就是 就是通常都是有健保給付 但是就是可能 就是我們只要付個200塊之類的檢查費 但是可能醫院這邊可以多賺到很多錢 什麼之類的 反正就是大家Google一下 就可以知道這些事情 反正 因為我是 反正後來的結果是 我是肋骨頓傷 那什麼是頓傷 頓傷就是 挫傷再更嚴重一點 你怎麼知道 網路上有查 不然怎麼 喔你拜託一下 那你讀點書好不好 網路上資訊可信嗎 拜託 喔算了 那那個 接下來就是C8一個人講話的時間 然後 反正就是最後的結果就是 我肋骨頓傷 就是 就是臭傷再更嚴重一點 然後 因為我就真的很痛 我就是 痛到我 完全沒辦法動的那種 然後那個醫生一直在 我跟 他一開始測那個X光的時候啊 因為反正就是他就抹那個 那個 狗狗的東西 然後開始在那邊看嘛 就是看肋骨有沒有受傷 還什麼的 然後就滑到我膀胱那邊 就說 喔你膀胱很脏 你尿很多 然後邊講邊壓 我說醫生你到底想要怎樣 你就已經知道 那邊尿很多 我就快尿出來 然後因為我就沒辦法動 我就很不舒服了 你又站在那邊壓 你是怎樣 我現在是癱瘓的小貓 要幫 要你幫我排尿 是不是 我真的差一點就直接噴在他臉上 我真的沒騙你 然後他壓完喔 壓完之後 他開始狂壓我的肚子 他的說法是他要檢查 就是裡面脹氣有沒有受傷 可是因為我就是肋骨頓傷 就是他壓的時候 基本上我會超級無敵痛 可是我痛是因為扯到旁邊的肋骨痛 然後他就開始說 喔沒有我覺得你這個 脹氣有可能破損 你要不要就是再另外做一個檢查什麼 反正我那個時候當下我的心裡我就想說 喔那個 保險起見啦 因為畢竟後面有比賽嘛 就是 真的有破什麼 那早點發現也好 然後我就是乾脆就去做 反正就是後面就是又做了一連串的檢查幹嘛 然後又是一樣就是被 被轉回輪椅 然後再轉回病床上 然後那個 那個因為 因為後面我忘記有個階段是要抽血 我忘記是要幹嘛的 然後反正就是那個護士抽血也是超級無敵扯 你知道嗎 我那個時候C4已經回來了 然後他就看著這個荒 我第一次被人家抽血 真插下去我的血是用噴的噴到地上 而且他是持續這樣 我現在是怎麼回事 現在這樣是正常的嗎 然後重點是 因為他的目的是要抽我的血 那他真插了我的血一直噴 然後他還沒有 就是因為抽血不是都有一個那個小瓶子嗎 就是擠血的那個小瓶子 就會放在針桶上面 他在那邊找半天找不到那個抽血瓶 然後我想說 哇靠 那你幹嘛先插我的手啊 你插然後我血一直噴噴噴噴噴噴噴個老半天 然後你在那邊找瓶子找了快一分鐘 依據中醫的看法就是 插血先放血會跑比較快這樣子 不是啊 那也是放我的肋骨吧 你放我的手幹嘛啊 我的天啊 然後反正我就在那邊眼睜睜看著我的 我的那個 而且那個血是噴噴的多到 他們要請另外一個部門的專業清潔人員 來把那些血清潔掉 我真的覺得有夠誇張 然後反正就是 就是目睹了這一些奇怪的畫面 然後又被砸了一堆珍珠 最後就回家 就是 這就是 你知道嗎 C8的 過年前奇幻犯太歲之旅 啊我要吐了 再次跟各位建議喔 如果有聽眾是住在板橋的 那個板橋最爛醫院 那個 冷靜一點 先不要去 好不好 我這邊想分享另外一個 也是跟這個板橋超爛醫院有關 不要那麼多啦 我這個真的是太誇張了 那個 因為我之前是戲劇系嘛 那我有一個 我有個 不算朋友就是認識的人 然後 因為戲劇場會有要做舞台還是什麼 那他是 他的 他專修是修舞台的東西 那他有一次在用那個 木工的那個劇台的時候 不小心把他的 我忘記是哪一隻手指 反正就鋸掉了一截 然後後來 叫救護車送醫院也是送到亞東 對 然後據說那個亞東的縫合 就是反正就是弄得超級無敵爛 所以就變成他後來 還要再去另外一個醫院再重新接 然後已經錯過那個 就是黃金的那個就是接回去的時間 所以 裡面好像有一些神經就壞了 變成他那隻手指 現在只能伸直 他沒辦法彎曲 我已經覺得超級無敵俠 有的恐怖喔是 有的這種沒辦法彎曲很痛苦 就等於有接回去 可是 就是他只能 裝飾用 對就裝飾用 裝飾用 沒有說實際功用 好不好 板球超藍醫院 大家 Google一下 好不好 我吐了 好啦好啦那你 那你 那你 比賽要怎麼辦 比賽 其實我現在已經差不多快好了 就剩一點點還沒好 你後來到底還沒有去覆診啊 還是去看醫生 因為我後來覺得那個復原速度蠻經典的 我就沒有去看 因為我是過年大概前四天摔倒 我初一那天就開始進監院房 就是還是有些動作不能做 但是 就是基本上 大家不是都休息嗎初一 沒有吧 大家是只有修處系 初一就開 大家就 可是 就不是 不是24小時開 他可能就是只有開 比如說 到六點 早上幾點到晚上幾點 嗯嗯嗯 對 反正就是 復原速度現在還算正常 就是蠻快的 所以現在還會痛嗎 應該是要壓到那個點才會痛 不壓就還好 或是拉扯到 所以我一些拉伸類的動作 還沒辦法做 那我知道了 那我這樣就知道了 啊好 你現在是要攻擊肋骨 是不是 我要先做筆記起來 到時候跟你打比賽的時候 跟你對上的時候 我就直接攻擊你那邊了 對啊 沒有我跟妳講 我跟妳打比賽的時候 我也會攻擊妳的腦 沒關係我 腦損傷嗎 欸 沒有我腦都裝水泥喔 所以說你應該還好啦 對啊 媽 可是我記得你之前腦不是也有 也有去檢查過還是怎麼樣 沒有啦 那個沒事 那個沒事 對 真的也是 也是靠腰 好啦那所以你過年期間就只有 可能就復健 重訓這樣子嗎 還要做一些什麼特別的事情嗎 你該不會又去打護身了吧 我那個是在台北板橋的事情好不好 沒有 拜託一下 誰過年在那邊鬧啊 誰知道啊 我跟你講 那過年的基隆真的是 我真的是 就我爸所說啦 基隆已經連續下了第兩個月的雨 我回去 我除夕回去的時候 基隆不是有雨都嗎 對啊 可是那個雨真的是 你知道嗎 太誇張了 然後反正因為就很無聊啊 就都在家裡 那也不知道幹嘛就是 因為我 我現在 租屋處其實是沒有電視的 那我其實是一個很喜歡看電視的人 就是我喜歡看 比如說一些 綜藝節目啊 或是電影台什麼的 然後 因為通常過年都會有一些就是 就是 首播的 就是在電影院放過 可是還沒在電視放過 然後在過年期間 會開始首播還幹嘛 我今年過年幾乎沒有欸 好誇張喔 今年過年真的很 節目真的超難看的欸 真的超 而且都是一些港片在開始重播 然後或是一些 什麼 什麼玩命關頭 什麼變形金剛 在那邊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 而且都是重複的一直在輪播 我就看到快吐了 因為往年過年可能都會有什麼 比如說今年是2022年嘛 可能就會有什麼 2021年年初的一些 什麼強檔大片 然後會在電影台播音 那今年都沒有 嗯 我就覺得 真的是 有點無聊 往年是都會有播一些什麼 賀歲片之類的啦 那也是一點 但是 反正就是都沒有新的片 然後都是舊的片 那這些 通常就是去年都已經看過一輪 那你不會看 所以就覺得很無聊 那你不會看串流平台啊 不是啊 我就是想要享受 用電腦 不是用電視看 看節目的那種感覺啊 我用串流平台 我在板橋的家就可以做了 我幹嘛過年回去的時候做 那就是一個感覺的問題 欸沒有 反正我自己家裡有第四台 我很少在看電視 幾乎我都只有看 體育台跟新聞台 這樣偶爾看一下摔角這樣子而已 我跟你講 那就是 那就是因為對你來說 那是垂手可得的東西 你知道嗎 就是你家就有 所以你不會特別去看 喔 所以是說越吃不到 越好吃 這樣子 你就是整天在那邊講 有的沒的 然後一下子在那邊A片 你在什麼幹嘛的 拜託一下 誰跟你A片 我那要講A片 前面不是我在講那個時間停止 你在那邊是時間停止器 你是怎樣 STOP 都不知道 我從頭到來沒有講A片好不好 好來繼續 沒有你就是在講 好來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好啦欸我自己在過年的時候呢 就是追了很多劇啦 就是Netflix追下去了 然後我花了兩天的時間 把那個什麼 殭屍校園 去看完了 那個 聽我室友說 超級無敵爛 不會啊 我覺得還不錯啊 聽說爛的不可理喻 不會啦 我不知道啊 因為我沒有看 因為我覺得你們學藝術的人 可能看著 跟我這種低能的人 看的角度比較不一樣 對啊 那我先問一個問題 那你有看魷魚遊戲嗎 有啊我有看啊 我看我覺得不好看 那個我覺得不好看 蛤 那個會覺得不好看 殭屍校園居然覺得好看 我覺得不錯啊 因為我本來就喜歡 殭屍題材的系列 的系列作啊 是沒錯 可是我覺得最近 韓國都在拍這種東西 我覺得就是有點膩了 哎呦盛行的東西 反正就是那些嘛 對啊 太無聊了啦 不隨波主流啊 好啦反正就是他那一集 我想要講的是 他一集片長大概一個小時多 他總共12集 我花了兩天把它追完 你看很厲害吧 哇棒棒 拍手拍手 哇 靠腰 好啦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我看完之後我不知道看什麼 然後我就看了一個 一齣戲叫做 欸五葉亞洲 就是想說 欸那時候剛好 年節氣 年節嘛就是 想要看一下 亞洲其他的國家都 發生了一些 都在做什麼事情就對了 嗯 然後 其中有一集呢 就是欸跟摔角標有關係 這樣子 他是發生在 菲律賓馬尼拉這邊 你有看過那集嗎 有有有我有看 我有看 然後這個是 畢竟是你叫我看的嘛 我不看也是不行 欸你怎麼知道 我直接破你梗了 好爽 你也靠就 好啦 反正這個故事呢 是發生在就是 菲律賓的當地一個團體 叫做PWR 然後就是 菲律賓馬尼斯林 Revolution 喔 對 那個名字很屌 對啊 然後裡面呢就是 其他還有其他故事啊 其他故事比如像是 脆皮豬肉粥的 呃就是故事 然後像是 嘻哈歌手的PK 還有酷兒 舞曲派對啊 街頭籃球等等之類的 那其中一個 我其實只有看摔角的部分 因為我快轉了 那裡面那個主角呢 叫做Crystal 他是一個女生 對然後他是 當地的第一位的 PWR的第一位女性選手 就是這是 節目裡面講的 但實際上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對 然後他本身呢 在開始的時候 他有講說他不喜歡 朝九晚五的工作 他有時候他認為說 他自己在晚上的時候 比較快樂 對 然後所以他選擇 打摔角 這樣子 喔那這樣聽下來呢 其實摔角好像是他的 算職業的吧 對啊 但說實話 朝九晚五真的算快樂 台灣哪有在朝九晚五 呃 是啦 台灣都是朝九晚十啦 對啊 八晚十嘛 對啊 朝八晚十這樣子之類的 好 Anyway 反正就是呢 他從小呢 其實就是被一個 就是媽媽 他被他媽媽帶大 他媽媽是教授 那媽媽在當時呢 為了保住他自己的工作 所以就隱瞞了 就是 算是懷孕的事實 對 那 這同時也反映出 當地就是可能比較 呃 女性的傳統的刻板印象 嗯 那所以說其實Crystal 他打摔角也是為了想要 就是擺脫 就是 呃 傳統女性的刻板印象 這件事情 所以說他在上場 打比賽 而且是採男女混戰的方式去打比賽這樣子 然後他認為呢 就是說 摔角這個世界呢 在擂台上 是比較真實的 因為他只要化了妝 換上了衣服 就可以變成是自己想要的身份 反而是私底下的 他自己本人 是 呃 沒辦法體會這個世界的美好 這樣子 嗯 但聽起來是沒有一點感觸的 就覺得說好像是 真的是這麼一回事 血死了 是啊 是啊 然後後來呢 當天晚上的他那個比賽 就是對上Jack Leon 就是 有菲律賓摔老先生 的Jack Leon 然後 他最後呢 就是用他的招牌絕技 好像是類似像 Top Road Leg Drop 把對手打敗的 嗯 這樣子 然後他媽媽就是在結束之後呢 就跟他講說 啊他今天來看第二次 他一直很擔心 然後就是希望他可以 雖然說很感動 很開心要贏 可是希望他下次可以不要打比賽 他也在一旁哭了 然後就相容 相容 結束這個 影集這樣子 嗯 我看了 這個影集 這樣子 對 殺小 不是啊 我覺得我覺得這個 其實就 就跟 不知道怎麼說欸 因為我覺得世界各地的摔角手 應該都是在遇到一樣的事情 對 我覺得不只是摔角手 因為 呃 表演者也是一樣的 就是 劇場演員或是 演員類的東西 這種表演藝術的東西 我覺得都是一樣 就是 通常大家會 從事這個行業 都是因為 我們這些人認為 我們在從事的這個行業之中 所發生的事情 才是 對我們來說 才是真實世界發生的事情 嗯 因為那個是 對我們來說是相對美好的東西 對 但是我們在一般的生活中 就是 大多時候 的感受是在受難 就很像是 很像是 你知道嗎 就是被外星人丟到地球這個監獄裡面 就是 這輩子就是要來受苦 然後就是 欸他會怕你 你知道嗎 就是 太苦又沒辦法過 就是給你一點美好 就是 時不時可以打一場摔跤比賽 像這樣的感覺 嗯 但是他那個又更嚴重一點 因為 菲律賓那邊的 的那個 那 對女性的課別印象 好像又更嚴重一點 對 因為我覺得現在 台灣相對來說 可能稍微好一點 比較好一點 對啊 對比較好 但還是有 還是有 因為至少 對 但至少台灣有 部分的人已經開始 也不是說覺醒 就是開始 認知到就是男女平權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啊 可是也許 馬尼拉那個地方還 還沒有這麼 這麼的 就是廣 廣泛的 讓大家知道這件事情 嗯 對 我我但我自己看我也有其他的想法 我覺得我認同你的想法 就是我覺得 就是 呃 我蠻欣賞他就是 講說 只要化了妝 然後換上衣服 就可以 變成另外一個身份 才是真實自己的 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我最近有 有蠻深刻的體悟 就覺得說好像 像你講的就是 呃 好像是外星人把我丟到地球上 有時候我自己會想說 幹我在這邊要 到底要幹嘛 我為什麼這麼辛苦的工作 還不是為了生活 對啊 對啊 好慘 然後我覺得說好像 欸 在場上 還是在運動場上 才是比較快樂 比較 算是比較真實自己 這樣子 對啊 欸等一下你那個場上 比較快樂的自己 哈卡選手的身份呢 還是說另外一個世界的朋友 那個機械貓 多拉H夢的身份 是哈卡 哈卡 對 對 尤其是 多拉H夢對於來說不快樂了 呃 我還好 對 還好 還好 所以你是被逼著做這件事嗎 也 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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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寫靠謠 也不是 推薦一首歌 那個 翠樂團的黑暗的鏡頭 好吧好聽 你寫靠謠 好啦 我意思說就是 呃有時候在 擂台上那種痛 才會讓我覺得說 好像是 真實的自己 這種感覺 對啊 天啊 你最近好像 開始很悲觀欸 沒有啊 沒有我很樂觀 我一直都很樂觀啊 對啊 不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意思是 開始會感知到這個世界 我其實是有很多這個 更深一層的東西 我覺得你現在是在一個 進化的階段 實際上是好事嗎 好事啊 因為我覺得 可以感知到 好事多 算了 我不想講話了 我要關麥了 拜拜 繼續繼續 怎樣 喂 我就不講話 看你要圍多久啊 快點啊 不是 我說 就是因為我覺得 就是 感受力這個東西 是可以 慢慢被 開發 就是有的人可能 一出生的時候 他就 可以感受到很多東西 然後可能 有的人是在成長的過程 才 慢慢可以感受 越感受越多 比如說你一定會 會聽過有些 小孩 他可能 小時候就是 可能會有什麼分離 焦慮啊 或什麼就是 反正他只要看不到爸爸媽媽 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可是 有的小朋友可能就是 他就是可以 到處給人家抱 都沒差那種 喔 可是 會一直哭的那種 我覺得是 他生下來的時候 他的感受力 就比較強 喔 所以他可以感受到 比如說是 爸爸媽媽在照顧他 所以爸爸媽媽對他是有愛 他可以感受到愛這個東西 哇操 你連育兒也有研究 不是育兒 你拜託一下 這就是 喔我真的不想跟沒有藝術素養的人講話啊 你好蠢 你是土著 是不是啊 欸 不要亂講話好不好 喔我吐了 喔算了 我們這個話題就結束了 欸那個 今天的節目的最後呢 這是我們要來推薦一場摔角比賽 那對啦 就是像我們上次講的 跟Lucifer訪問完之後就是 欸給我一個蠻好的靈感 就是我們現在在節目尾聲都會推薦一場摔角 好啦那第一次推薦摔角 來你推薦一場 好 來我要推薦的比賽呢 就是 泰勒貝特對上Water的這個 WWE UK的冠軍賽 那他是 他是發生在那個 2年前 2019年的 NXT UK Takeover Cardiff 等一場比賽 嗯嗯嗯 我覺得那場真的是太屌了 那場 而且那場不只是那場比賽屌 是他整個Storyline都很好看 因為 他這個比賽不是就是 你知道嗎 就是什麼 泰勒貝特去挑戰Water的冠軍 不是 不是這麼簡單而已 是他們前面有發生了 一連串的劇情 對 然後猝死了這場比賽 對對對 然後甚至WWE 也為這一段劇情 拍了一個 很好看的紀錄片 然後那個紀錄片呢 在 在那個Youtube是找得到的 嗯 完整版是找得到的 比賽找不到 這麼糗 這麼糗 對對對 然後你知道他 我記得那個好像是叫什麼 Prime Target 然後就是Takeover Cardiff 反正你就找 泰勒貝特VSWater 在Youtube上面找 就能找到 這些影片 嗯 我覺得這樣比賽真的 超級無敵好看 故事線也很好看 那個紀錄片也做得很屌 嗯 我覺得大家就是 有空 然後想要看看一些不一樣的比賽的話 可以試試看 喔 結果我覺得 WWE也是有好看的比賽的 但是要看 你看 看哪個節目 這樣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那我知道了 那我知道 那我有空的時候我自己回去看一下 欸那場的話到底最後是誰贏 那場是Water贏啊 可是 那場的 那場的 結尾就是Tiler Bay雖然輸了 但是大家贏得了全場人的尊重 OK OK 的那種感覺 反正你可以看一下 好 沒有問題 那我有空的時候我也來稍微瞄一下這樣 雖然最近有點忙啊 好啦那今天節目就到這邊了 OK吧 你覺得這集還是超級無敵落帥啊 天啊 沒關係啦 每集都落帥又不是 又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好爛喔 天啊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我是C4 我是C8C8 你是在靠腰喔 好啦掰掰 大家掰掰 掰掰